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场看似没有悬念的比赛 其实我觉得今天下午的比赛不一定会非常沉闷 首先青岛双星上一场战胜了八一队 可以说结束了自己的一个两连半 而青岛队的三位新外援 我们知道拉莫斯是之前浙江广沙 可以说今天是面对救助 这是一个看点 面对把自己放弃的救助 拉莫斯可以打出怎样的恐怖的表现 我们一直说拉莫斯这个篮板怪兽只要不偷懒 他在CBA这个水平的比赛上 是可以打出非常恐怖的数据 没错 此外青岛队还有一个刷分机器 那是约石 之前在辽宁队 可以说约石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得分能力 今天面对到浙江广沙这一支前几轮 面对强力外援 并不会很好地去防守的这样一个球队 今天青岛双星 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有机会 而浙江广沙在李春江今年来到之后 可以说虽然前几轮有一个阵痛期 但是这样广沙在不断调整之中 最近也是找到了取胜的钥匙 我们来看一下 这目前比赛是已经开始 因为之前转播的一场足球比赛 所以我们的转播稍微稍微晚了一点 第一局已经打过了大概三分钟吧 现在青岛队在主场是7比5领先 就像赵峰所说到的一样 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 可能就是双方外延间的一次对抗 说到这个面对救主啊 其实广沙队这边的克里斯约翰逊啊 也曾经短暂效率过青岛 也是由于方方面的原因最后离开了 所以今天除了拉莫斯之外 克里斯约翰逊也是处于一个面对救主的情况 如果说拉莫斯的这种身材和比例啊 放在CBA中就类似奥尼尔的话 那克里斯约翰逊就相当于麦基这样子的一个 也可以说是两个非常强力的内线球员今天的一个对抗 我们看到开局青岛队是以7比5领先 因为之前我们也没有进到现场 没有看到之前的情况 我们看这边是2号约10 今天拉莫斯一开始是没有出场 对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 青岛双星杨根林张耀生桑尼阿格列农王刚 这边已经做出了一个换人调整换上了红旗 而这场广上这边目前没有做出换人调整 首发阵容是王子瑞 孙赫南 林志杰 张伟以及克里斯约翰逊 嗯 王子瑞这边刚刚也是命中一季三分球 克里斯约翰逊这个类型啊 就像赵峰所说到的一样 那可能是一个落化版的麦基吧 没错 他在防守上的作用远远大于他在内线里 对 可能这个跑效能力是没话说 但是只要你在他前面站住的位置啊 不让他起跳的话 那他攻击力就没有那么强了 没错 可能说千奇亚克里斯约翰逊 最主要的考虑是由于王子瑞也好 他们的乔纳森 吉布森 小外缘也好 林志杰也好 孙赫南也好 在外线能够给到充足的火力 对 前一阵这场广沙对关键的输球啊 全都是在于第四节防守上的一些漏洞 被对手打出一波进攻高潮最终带走胜利 所以说这场广沙做出这个换人调整啊 换掉自己之前的大外员佩特罗 也是出于在防守端的考虑 我们知道克里斯约翰逊我上一场解说他的比赛 盖帽能力 篮板能力真的是非常可怕 面对由直升机错号这样称号的 新疆队外员辛格尔顿 他是完全不落下风 没错 克里斯约翰逊之前也是在NBD 拿过最佳的防守球员 来到这场广沙打了这几场比赛过后啊 也是场均可以得到一个两双的成绩 但是说到底广沙球队到底能不能打得好 能不能赢球还是要靠几个外线的球员发挥 没错 刚才孙赫南就上了一次非常漂亮的突破上了 孙赫南这个赛季的进步是很明显的 场均也是能够将近拿到15分啊 对于一个本土球员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 没错 今年可以说以孙赫南为首的一些国产球员的大爆发啊 也是让我们看到了CBA的这个主题蓄力终身带 哎 张伟这边马上就是回应了赵峰这句话啊 命中了一个很干脆的三分球 广沙队现在让我们越来越看到李春江教练带给他的 李春江教练可以说理事体系的一些现象 对 包括防守的强硬度上 我相信一旦能够适应李春江教练的这个体能的变化 广沙队会是一支战斗力很恐怖的球员 哦 说话间 这边应该是桑尼吧 桑尼 对 桑尼这两次呢 克里斯约翰逊的起跳时机也没有判断的很准确 两次都差了一点点 有球迷说为什么没有图像啊 之前的信号可能是在转包超联赛 所以说这会儿图像应该是可以收到 请 呃 也请各位观众能够刷新一下 约实 约实啊 这一季外线的强投三分没有投进 哎 这个球分得很巧妙 我们来看一下 好球林志杰投三分 不中 篮板球应该是被桑尼拨出边线 嗯 我们来看广沙队控制球权的这一次进攻 苏绕宇 这也是这个赛季广沙队涌现出来的一名 非常有潜力的年轻小将 对 没错 我们来看这边失误 约实 速度非常快 哎呦 这边打手犯规 这个球也是顶着对方张伟上啊 张伟也是没办法的 这个球首先跳不起来 我们在讲解比赛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到PPTV的P8以及微博王赵峰Mirco以及徐续的微博的直播贴里和我们进行互动 对 张耀生啊 我们说在CBA如果而成为一支强队啊你的国产球员的实力啊不强真的是不行啊 我们发现CBA从前几年只要有强力外援就可以打进季后赛的所谓类似阿巴斯定律的产生啊 到这几年一旦没有一个很好的国内球员班底你想进前八啊都是或者说进前十都是非常困难的 对 即使去年我们说青岛队拥有卖地这样子可以说是CBA游戏以来最大牌的外援也依旧没有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 是 就跟国内球员绝对是脱不了干系的 对 因为你一个球员能力再强你不可能每个球都让他攻他也不可能每个球都打得进 没错 我们像广东队啊这不用说以国字号班底来打造的一个全华班的这样子一个阵容啊 对 也是非常同包括这场广赛 说如果没有孙鹤拿王子锐甚至是林志杰这样子的国内球员的发挥啊 广赛队不可能能够在之前的几年都成为一支虽然不能说是顶级强队但绝对是一支进入 没错 广赛队之前也是连续几年都进入到季后赛 两队这个第一节上来啊这个攻防都打得很快 没错 这两支球队的特点你看像约石这种就是出手进攻效率非常高的 所以说这两青岛队的比分往往比都会打的比较高一点 对某些程度来说约石和对方的常大森吉布森啊这个类型有一些相似的两个的身高都不是特别高 也都是喜欢起诉打一些快速的攻防转换 你真的落下阵地让他们去攻啊并不是他们的特点 没错 这边林志杰的防守也是防得非常紧 甚至不得已投篮 我们看克里斯亚海逊的篮下的保护非常好 这边你看青岛队的配方有点慢啊 险些被林志杰打成快攻 林志杰 林志杰这个球时直接传给了青岛队的杰森手上 我们看这边泡泡的杰森也是刚刚到任青岛的新主船 之前在江苏队效力之后是因为战绩不加被裁掉 我们看杰森拿到球之后做了一个偷懒的动作 这可能就是美国球员和我们国内球员之间的 美国教练和国内球员和国内教练之间的一个差别了 你看这个说话间约石又标准一期中投 场上非常善于表现自己的个性 对杰森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大个子 虽然他当初是因为战绩不加离任 但是非常多的球迷对他也是非常喜欢 王子睿 突破没有进但是克里斯约翰逊不中 青岛这边不上拉莫斯 身高方面是吃很大亏的 桑尼 哦这边你看约石 今天其实如果说要想限制住青岛队的发挥 只要能够掐他的双万元 掐他三万元 如果不能够限制他三万元的发挥 一旦这三万元的点打开 剩下国队拳也会被带动起来 对 或者从广煞这个角度来说 如果今天青岛想要在主场 对广煞制造一些威胁的话 那还是得要三万元首先打开 对特别是约石这一点 约石头锋了我们就不用多说了 他是一个相当恐怖的得分机器 虽然身高仅仅是1米8刚刚过一点头而已 今天青岛队想在主场拿下广煞队 可以说其实广煞队的主要进攻点依旧还是放在了外线 对 所以对于林志杰也好 对于乔达森吉普森的限制也好 是今天能不能够限制广煞队的关键 这边说话间张伟又命中一级三分球 嗯 这边守二三联防最怕的就是 能够在四十五度命中三分球 对 张伟这个四号位是有外线投射能力的 我们看这边马上的约石做双人包夹 可以说对广煞队的手二三联防并不明智 他拥有林志杰 传达森吉普森张伟 孙赫南这样子的三分手 是 可以说轮换行为当中除了王真和佩斯约翰逊 其他都能投三分 我们看可以相信 听完这句话觉得你不能这么说 我投给你看 还是近了一点 没有标一个三分让我闭嘴 对吧 对对对 好 我们来看这边林志杰 又是前场三打四 慢下来推进攻 诶 赵伟这边早就等着了 好的 好球 克里斯海勋 哎哟 我们前面说到啊 他这个弹跳非常恐怖啊 薛杨这个球一旦顶不住他 让他起跳起飞了 那就没有交枪了 那一定是灌篮最后终结 薛杨这两个赛季的进步也非常有限啊 当初是被入围 有希望进入人杯的这样子一个国产球员 我们最后还是可以说在国内的这样子的训练体制下还是没有办法能给打出来 我们看这边广沙队抢到 四打一 好球 哎哟 克里斯约翰逊也 漂亮啊这个球 不出意外这个球应该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霹雳五加球啊 这个球对于克里斯约翰逊来说还是太近了 他可以离篮圈更远的地方起飞 这次是怪传球人的传球 传球不好是吗 我们接下来看这边约翰持球 这边连续几个回合约翰都没有打进 把球往外分 哎这边传球失误 这个把之前完成两次爆扣的克里斯约翰逊换下了 换向乔纳森吉布森 乔纳森吉布森场均也是能够拿到接近30分啊 这个场均得分在CBA的所有球员当中是排进前三的 之前是拿过欧洲联赛的得分王啊 可以说吉布森的得分能力不用质疑 但是这场比赛看下来吉布森对于出手的选择 甚至有些关键时刻 李川将会把吉布森拿下来 就是因为他一旦投进一两个球之后 这个球走步没有问题 但是前面话又说回来 吉布森对于关键球的这些处理 特别是当广赛对比分咬进的时候 被咬进之后吉布森就会做一些很疯狂的出手 是 上一手 上一场广赛打山西那一场 吉布森就是非常迷恋于去和对方的 那威利姆斯在比拼一个外线的势力 对 所以那场球打的也是一般 最后还是凭借着国内球员的出色发挥 拿下对方 但是不得不说啊 我真的是很羡慕中华台北队 有林志杰这样子的外线得分手 对 林志杰经过亚锦赛的洗礼之后 可以说无论在进攻水平 还是防守的强硬度上 在今年的现金上又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是 林志杰呢是一个非常全面的球员 他可能你看他场军得分也就 其实还没有顺和难高 但是他无论在篮板和助攻上的表现啊 都是给到球队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就之前也和我们这边解说的张大为老师 还有另外一位老师聊到了中华台北队的情况 那么最直观的一个感觉就是中华台北队的球员 最大的特点就是比较聪明 对 然后打球都很合理 你并不是说林志杰有超成得分能力 他就会盲目的出手 他还是会非常好的去选择一个攻击的时间和手段 没错 之前我们看PVTV有做到一个关于陈建州的一个采访 陈建州也说他们台北中华台北的蓝鞋 也已经做出了一个送高中学员去美国的这样子的一个五年计划 是 这个计划上一次我听到的是伊朗队哈达迪巴赫拉米这一批 但是我们看到五年之后的成效就是在亚锦赛上伊朗队的强势阻力 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是确实需要反思 我相信提出蓄力终身带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口号 没错 也是能够继续巩固我们所谓的亚洲霸主这样的一个地位 但我们发现这两年确实亚洲的其他队队队进步都太快 是 我们看这位再出手三分球 装尾 好的 约石手很快 约石手太快了 三打二 哎 这球被吉普森破坏掉 这个球约石这个跳起传球右侧的这个想法太过明显 说到中华台北球员啊 除了林志杰之外 这个赛季在新疆的杨敬敏的表现也非常好 对 可能就是红智杉刚刚去到山西这个与球队间的磨合并没有做得很好 他的发挥稍微弱一点 包括曾文鼎这个赛季和前两个赛季相比啊 在上海的作用也逐渐的提升起来了 对 今年可以说中华台北队的球员已经成为了今年国内影员的一个香伯伯 对 杨敬敏也好 林志杰也好 包括本来说有可能会就此退役的红智杉也被山西队紧急签下 可以说今年中华台北在亚军赛上的表现 是让很多人寄居了中华台北的国内拳实力 同志杉啊 林志杰还早了一点 就是可能就是有消息说他要回到SBL去打球 但是最后呢由于山西队今年没有留住吕晓明啊 这个在薪资方面竞争不过 风格类似的竞争不过四川 所以找了一个风格相类似的后卫 山西今年没有办法因为他做出了一个股权的变更 所以说不给吕晓明高的合同也是一直摇摆不定 也是导致吕晓明出走的原因 吕晓明如果说我觉得年纪这么大的后卫 现在应该是比较求稳能够拿一份长合约是最好的 但是山西今年的古城冬蝶啊 没有办法给他提供这样子一个保障 所以也不相信是能够出走 红奇跨幻音之间啊 也是命中了一个三分球 也是压少吧 对 好那这样应该是第一节比赛结束啊 应该是29比25 青岛在主场领先四分啊 出现这样一个情况 可能就像赵公之前所预测的那样 青岛随着几名外援逐渐打开啊 带领着国内球员打出了这样一波攻击潮 第一节不但能够咬住比分 反而在结束的时候领先四分 看投篮命中率方面啊 61.1%的命中率 这太恐怖了 对 而且其他从篮板啊 助攻各项数据方面啊 都是不落下风 总是要去调整压制一下他的外援 可能我觉得会有一个包夹的战术 第二节下半场开始 可能会坚决的包夹用全场紧低的方法 来限制他外援的提高进攻攻防转坏的节奏 会比较重要 第二节应该会上小外援 吉布森在第一节快捷战术的时候 已经上场热热身 那第二节回来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 一个小外援一个大外援之间的比拼 嗯 还是再来聊一下中华台北的情况啊 因为我在夏天也是去到中华台北那边有过一段学习的交流里程 和他们的球员聊了一番啊 周锋 明年在CBA可能会有更加多的中华台北队的球员出现 当然 包括像田磊 像吕正如 像蔡文成 这样中华台北队的几名主力球员啊 合同都到期了 明年可能他们会出现在CBA的球场当中 其实姚明也是说到一个亚洲外援对于 呃 对于我们在亚洲赛场上面的 就是CBA是培养了一群亚洲的球员 所以打到亚洲赛场 可能对于中国队来说影响是比较大的 但是就算我们最后取消了亚洲外援这个名言 但是对于中华台北球员的限制还是没有 其实我觉得所谓的这种亚洲外援的培养啊 并不是成为中国队在亚洲篮球的水平可以落后的原因 对 我们乒乓球也培养亚洲对手 但是你从来不会听说中国队打乒乓球输给亚洲队 这只能说是我们在训练上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 是 或者从另外一个类比来看 你去到美国NBA的球员 那这样的话就没有国际球员了 我们就不用去选帕克 我们为什么要选帕克和朵端的维斯基呢 所以说还是要从自身的角度去找一些问题 如果我们实力够强的话 你就算开放三到四个亚洲外援的名额 让他们都来我们都不怕 对没错 为什么会今天谈论到中华台北这样子 或者说亚洲篮谈的这样子一个氛围啊 是因为这两只球队身上有非常鲜明的特点来阐述中国现在的情况 依旧是前几年太 我们看这边 薛一扬啊不保护球马上又失球被吉普森抄断 别拿四分了吉普森 这样追平了比分 关键就是首先青岛队去年拥有一个大牌外援 但是他国内球员实力不计 最终不说八强 前十名都没有能够记役 对 可以说青岛队去年应该是整个联盟垫底的这样一个球队 而浙江广赛不得不说这两年他的球队强劲不仅仅只是因为他的外援 因为我们知道拉莫斯向来都有出攻不出力的大外援这样的一个称号 所以说可以说浙江广赛这样的强腿跟他国内拳的不断进步是非常有关系的 去年的赵大公今年的孙贺南再包括一向都很稳定的林志杰 再加上这两年进步的后卫猩猩王子睿 可以说浙江广赛队要细数下来完全不会有人记得他们前几年的外援选了谁 而是这批国内拳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也是CP球的应该去走的一个方向 没错 好说话间青岛队四分的领先优势现在仅仅只剩下两分31比29 拉莫斯回来 青岛这个阵容身高是很高的 桑尼拉莫斯再加薛宇扬都要超过2米08的样子 薛宇扬大概2米10出头 对2米10出头 他当初是应该是一个34号位的摇摆人 是很符合当时帕特莱利对现代篮球的这样子一个理念 哦呦这个吉布森啊第二阶上来果然是火力前开啊 一个突破上来一个抢断之后的反击 这边又命中一个三分球 反过来吉布森换位到了队上桑尼 这个身高差的比较多 桑尼也是硬吃了他一个 林志杰分到外线吉布森 好球吉布森这一步点开 再给林志杰再穿 好球这一套打的是非常流畅啊 嗯不得不说林志杰的这个传球意识真的是非常不错 对其实吉布森和林志杰啊 之前两次都是有三分之后的机会 但是两个人都很无私的选择了传球 林志杰这个球也是干拔起来 做了一个假投 真传给他到那一件位置啊 位置更加好的苏洛宇 好顺便拿下桑尼 桑尼也是打了一截多的时间 嗯可能犯规次数也多了一些 嗯清岛队的这帮国内球员我们还是要好好认一下 嗯光从这个脸来看 我们基本上认识的不多 我们清岛队的比赛太少了 对 其实话说过来 清岛之前那个赛季有麦地 为我们所熟知之外 之前那个赛季 从上海租界区的里根和蔡亮 那个赛季打得还是不错的 那一赛季应该是打到了一八这样子的位置 对 是 里根也是在那年打出生价 但是没有办法 这两名球员是处于一个逐渐的状态 里根呢也是竞价不过北京 留不下人 这边是多余 这边广沙果然全场紧逼 嗯 这边是可以说四个国内球员 再加一个拉莫斯 是个一大四小的这样子的一个阵容 来 你看薛宇阳是当一个迷你的四号位在用 哎呦 还在这边拉莫斯啊 这个是正常的 拉莫斯这个刚一上来 他要适应一番 对 我发现很多球迷也发现 他说青岛的上座率一般啊 没错 这个球队成绩差了 球队成绩这样也只能说 再说对于球迷来说 这个落差是比较大的 一下子从麦迪变成拉莫斯了 对吧 对 没错 哈哈哈 这战绩好的球队啊 广沙也好 包括今年的上海啊 这每一场票房都是非常不错 对 说到上海的话 赵峰晚上应该还是会和张大为老弟一起带来一场上海队的比赛 没错 我们先看这场球啊 这单广沙尖尖找到比赛节奏 把比分拉回来 目前已经从落后四分到现在领先了四分 嗯 第二阶对广沙尖来说很关键 因为下半场的话青岛可以上三万元 对 上一场比赛也是依靠三万元的发挥啊 打败了 也是依靠三万元的发挥 打败了 八一队 八一队 八一没办法 我们看前面有观众提醒我们那年青岛打了第九 啊 那不好意思 嗯 记错了 因为关键那年 哎 我们看这边 全场挺逼马上断下球来 非常漂亮 啊 全场挺逼是李淳江教练的拿手好戏 但是无论那年打的第几 那年的成绩可能是坚定青岛队的高层 再来年千下卖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那年最后人都走光了 啊 我们来看这边 哎 速度非常快 刚说完防守这边广沙队一路漏人 嗯 这边让冯淇上了一个很轻松的空篮 你让王真跟着他跑这不是 这不是在 哎 哎呀 做起来说就怕了 刚夸完就被打脸 那这个广沙同样用一个双人紧闭 诶 这个球 没有吹进攻反规吗 我们看王中的中投 对拉姆斯来到篮板 拉姆斯这个球也就是 拉姆斯往内线一戳 拉姆斯也是跳都不跳就收下篮板球 这个拉姆斯在CBA里面对于禁区的覆盖面真的是太大了 听到有没有和四三打过 拉姆斯对上哈达狗到 有的一看啊 打过打过 青岛今年已经是打过四川队 这两名成员的风格我感觉是比较像的 都是比较拼慢的这种类型 但是哈达狗在这个比赛的太多了 拉姆斯好太多了 还可能那场哈达狗是不是还没有助出啊 那场哈达狗助出了 那场哈达狗助出了 哈达狗进去漂亮打成二加一 赵大鹏吧 那场青岛双青是103比107输给了四川爱家168 嗯然后那场比赛中拉姆斯得到了17分14个篮板球而哈达狗仅仅只贡献了11分13个篮板球可以说那场比赛拉姆斯是把哈达狗给打爆了 对 赵大鹏 赵大鹏从赛季出啊 没有我我之前解说广赛的比赛第一场第二场的时候觉得很郁闷 为什么赵大鹏消失在我们的眼眼线中了 嗯 后来最近也是逐渐的再回到一个刘瀚镇 赵大鹏去年对于作为一个防守工兵这样子的一个任务 防守能力给我留下来非常深刻的影响 是 他的作用让我有点想到了就是胡人紫禁王朝的是胡达里扎 好 就是他是一个定点的投手可以投三分 嗯 然后主要的任务还是负责防守对方的外线尖刀 要抢断这样子 嗯 好球 张小生啊 之前那个回合是被赵大鹏打成一块加一 但是回过头来呢还了一个三分 好的又是林志杰的突分王真 这个赛季随着李春江指导的到来啊 王真的出场机会是变得多了很多 而且王真在佩特罗没走之前 发现王真在最后第四节关键时刻的效率 只是要比佩特罗高的 嗯 因为王真很勤勤恳恳 他不像佩特罗又要攻又要守又要传 对 所以说王真他做的事情很单一 抢来把防守 所以王真的效率啊是非常高的 而且这个赛季啊很 惊奇的发现王真还有一手中投的攻击 对 虽然说还不太稳定啊 但是可以说 王真也是这几年当中成长得比较有效率的 好球 今天这个红尺的状态是相当不错 这次是面对乔纳森吉普森啊 这突破之后的一个拉杆上完打成2加1 非常霸气啊 冯奇这个特点倒是和81队今年的小后卫田与祥有点像 两个人速度都特别快而且比较敢打 上场比赛两个人也是做了一番对标 这边换下薛杨再上桑尼 薛杨开场之后除了命中一个三分球之后啊 其他的方面没有什么剑术 其实上个赛季在麦迪身边也就薛杨可以打打 对 薛杨的国内球员 包括还有之前的赵永刚也是投得很准 是 神投手了 可是今年因为结婚的关系啊 所以赵永刚就宣布了好像应该是退役 双方还是紧要比分 喜富森晃开 红旗但不投 这边鼓得在转 林志杰突进去了 哦 林志杰单手批扣啊 林志杰在比赛当中扣篮这两年比较少见啊 对啊 这个球的腾风高度也是不低啊 不错 而且离篮筐不算是很近的地方起跳 应该是在限制区之外起跳 拉莫斯大王争 来看看啊 拉莫斯面对救助 嗯 翻身之后这个出手还是略显随意 拉莫斯这种风格是不会逃离全球教练喜欢的啊 今年不能够留在广上也是情侣之中 对 那这个球的拉莫斯肯定反规啊 这个 这个不用再多考虑的 裁判都笑了 按理说拉莫斯 比乔达森吉普森要高出大概一个半头 罩着他就可以了 你只要罩着他一点办法没有呢 拉莫斯还是希望去往前顶他 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这就是拉莫斯的毛病 之前广沙队的主教练 前任主帅王菲就说过 以拉莫斯的能力啊 只要他态度认真 在攻防两端在CBA这个赛场当中 都可以打出统治级别的表现 但是他的问题就是说 比赛的时候容易脑子发热 而且拉莫斯对自己情绪的控制比较差 很多场比赛我们看到 对方有一些小动作 或者说言语上的挑衅啊 都能把他给激起来 这样的话是比较影响他的发挥的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限制住拉莫斯 这就是为什么拉莫斯没有能够 作为波多黎各的主力中锋啊 即使波多黎各在那年奥运会 能够把孟七干掉 把孟七干掉之后啊 拉莫斯可以说应该是有机会进门杯的 但是拉莫斯因为他的这种各种原因啊 可以说不是由别人造成的 拉莫斯自己的性格造成的 还是那句老话嘛 性格决定命运 对 拉莫斯之前也是和姚明有个交手 姚明也是把这个对手 称之为非常难缠的一个对手 但是拉莫斯觉得 CBA当中跟他能够对付一个妹妹这种实力啊 不足以他呢 出全力了 是 对 还会够于自信了一点 就是两个人请到一块儿小 一块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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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就是每个队在做战 我相信如果是教练在做对手对到拉莫斯的时候啊 一定不会跟球员说啊 他这个脾气不用管 拉莫斯 你保不好他哪一碗哪一碗想要认真打就很可怕 对 但是应该会让球员告诫一下 就是关键的时刻你可以用一些小伎俩去逗逗他 那年应该是哪支球队是广东宏远队上这场广善吗 我记得有个球员采访过 他说教练主要就是排放我去惹毛拉莫斯 这样他就会陷入平平的单打和犯规困扰 拉莫斯一旦被惹毛这个出现什么情况 我们都是可以想象到的 这边本节青岛队犯规已经满了 吉布森啊 哎呦这边 想补球球被切掉 又是冯奇 哦对不起这边是冯奇 拉莫斯 早有双人包夹 这个球啊 哎呦 好的 拉莫斯篮下捡了一个 也是一个小颠头 哎真别说拉莫斯这个上肢力量是不错 吉布森 不拉莫斯一个拉莫斯又是犯规了 这个球虽然两分不算了 但是在短短的一分钟之内拉莫斯已经吃到两季犯规了 拉莫斯犯规完之后这个苦脸啊 我们也是看了好多个赛季了 对 一脸无辜 用现在的话说很萌啊 他每次一脸无辜的看着裁判 但其实是真的是犯规了 也怪不了裁判 吉布森罚球 第一罚命中 这样吉布森就得到了11分 如果两罚承受是得11分 吉布森 第一节后半段上来之后啊效率还是很高 这边再换一个全场金 盯人 哎呦 差一点失误了 但还是失误了 三打一 好的 哎呦 这个球 这个上来应该是很简单的一个上来 这球的进攻选择赵大鹏啊有点问题啊 没有骗开防守队员直接硬上 超再投三分球 马莫斯收下篮板球之后小心走步啊 哎哎呦这边 防守的时候 扮人了 应该是13号王征吧 王征这好像是跨步有一个上顶的动作 来看啊 这没没有办法 王征这个提醒 撞在王征身上 真的撞在一堵墙身上 王征之前也是由于广东内线太过于人才积极 打不上球 所以只能转会 苏维也是啊 今天苏维在新疆队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 说到这个苏维啊 尽管就是新疆打广东 苏维要面对救赎了 对 王子睿 其实今晚还是有非常多的比赛好看 对 上一场 呃 现在今天是上海队佛山 是 然后是北京队新疆 啊 这一轮的CBA场次 新疆队广东 新疆队广东 嗯 这场 今天这一轮次的 CBA啊 我真的觉得非常不错 而且 福建今晚打辽宁 对吧 王征林要对上辽宁的双塔 辽宁双塔 对 所以晚间 7点半这一档的时间段啊 DBTV也是会为大家带来CBA本轮的其他各场的教练 没错 DBTV的好处是爱看哪场看哪场 看多窗口全看都没有问题 是 一轮一个时间段我全看 不像 某电视台舞套啊 只转一场 那场还不一定好看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吉伯森 应该 哎呦 可惜啊 这个球要是打进 这个犯规看看怎么吹啊 会不会给到一个恶意犯规呢 应该不是 是盖茂啊 这个球应该不会吹恶意犯规 这动作还是不大 但是吉伯森 最后摔的那一下比较惨一点 不说 这个20号跳的真是不低啊 应该是张耀生吧 嗯 跳的真是不低啊 是 不好意思 是唐海 唐海 唐海 吉伯森 罚球线上保持着百分百的命中率 嗯 没错 一般来说在直播间不能说罚球 我们来看这辆罚 还好 还好 两发全中 这样六发全中 吉伯森六发全中啊 可以说这辆罚杀现在是又领先四分球 换一下赵大鹏 可能是因为对前一次那个进攻啊 我也觉得三打一的进攻自己拿着球打 实在是不太合理 对 来看这边上孙赫南 王子瑞 吉伯森 拿下唐海拿上杨根林 杨根林没错 杨根林 我们一起来为春星队 江江湖 深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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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换个后卫 张军涵出场 王中队一个扩大的二三连房 桑尼 看看这边 一对一打王针 突进是突得很坚决 桑尼的脚步啊 枪失掉王针啊 桑尼 可以说今年的亚洲外援 除了阿巴斯桑尼之外 都没有打出符合身价 对特别是贝克拉尼 所以说 上海队会选择一个放弃亚外使用刷外援 我觉得这也是一旦选不到好的亚洲外援之后 大家可以去做的一个选择 是上海队会选得很聪明 因为毕竟优秀的亚洲外援可以说是供不应求 对 上海队虽然放弃亚洲外援 但是多了一人刺的外援上场 上海队基本上会以第一节双二人一战 第二节是外外援加四个国内球员 再也是三四节的双二人 这一赛期可以说 这个应变是让一些球队没有办法能够应对啊 对 但上海队一般因为我双二人的那第一节比赛打得不是很好 嗯 但是上一场对上广东是表现不错的 对对对 杜比赛12分嘛 好 我们看回这场比赛 这边杰森赛对场边的王刚做不准 青岛队又把比分反超过来 我们之前赛前也说有些球迷之前跟我说过 他说他这场比赛应该会以广煞的完胜而结束啊 嗯 我就说不一定啊 不一定 广煞这个客场的战绩并不是特别出色 青岛的角居能力啊 你要相信约时和拉摩斯还有桑尼的角居能力是非常强的 对 那只要上半场青岛能咬住啊 下半场这场比赛到底录死谁手真的很难说 那吉普森这个罚球能力是可以的 看着吉普森罚球也简单来介绍一下这名小外人 吉普森大概是1米85左右的身高 是NBA的一个落选新秀 当年落选NBA之后也是去到了欧洲联赛效力 先后效力于土耳其以色列和意大利的联赛 他曾经在土耳其和意大利的联赛当中都拿过得分王 对 那最近一次是在土耳其联赛16.9分啊 对 拿到了一个场均的分 欧洲的比赛场均可以说都很低 因为节奏攻防节奏很慢 对 讲究的是身体对抗 所以说一旦能够在欧洲联赛拿到20分左右这样子一个分数 我们可以说他得分量真的是非常强 是 广沙这边的总经理刘盛权在签下吉普森之后也是说到 在欧洲联赛能拿到将近20分这样一个成绩啊 来CBA随便拿30分 对 所以他这个预计也是正确的 对 非常正确 而且土耳其联赛在欧洲联赛当中一定不算弱啊 已经作为上一次市井赛的亚军 是 这边犯规应该是一个上前顶抢的一个动作 孙芬兰 我是看到对方的小个冯奇啊 停球了之后 对 这个球是自己没有控制住啊 直接一步顶到对手没有问题 你大个去掏小个儿球一定要注意啊 这小个儿虽然球暴露出来 但是他的这个反应是很快的 对 你刚一下手他可能就把球给刀走了 好的 我们看这边 应该是杨根林 嗯 杨根林立行这个快投他就可以了 史琳之杰 可惜亚军上来做一个挡拆 物理之杰这一步被顶开 死球了 时间不多了 不要让我去托桑尼亚 这个打的好的 虽然这个球没有上进了 哎呦 我们看这边 哎呀 没有给 我也是对到可理隋寒迅啊 也是不敢给的 不太敢给 我也是 可理隋寒迅这个球还好没碰到 孙芬兰收下篮板球 哦呦 险下打球断鸟 王刚 王刚是一个打球的拼命三郎 这是他的一贯风格 我们看杰森在 场边抱着林志杰说话 哇 真的这一幕也是非常搞笑啊 是 可能 可能之前两个人也是有认识 对 中华台北的球员和美国教练之间的接触 应该不会少 不少 中华台北跟美国的篮球的交流非常非常平均 对 我知道之前被江苏队采到的减靠 也之间在美国打的球 嗯 是 对的中华台北 包括我们说今天他们的规划 前一会下回是 其来对美国的一个角色 有李屯央在的球队啊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看点 就是暂停了以后 听听他怎么说 对 像每次李春江教练的这个东西都会作为固定的一个杯 对 李春江的那句 收音的 关键的 那句就是让我们记忆 留心的一句暂停的话语啊 总决赛的 总决赛的时候 对美金的那两个字吧 是 我们也不多在这边重复了 大家 如果不知道了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啊 李春江总决赛说了什么 哈哈哈 啊 这也是现在成为了大家 查一饭后讨论的一个乐点 对 对 杰森这个 直叫的风格有点类似于 杰森进阁能够蹲下来 但是杰森啊 这个身材竟然能坐进去 我们也是 比较难以想象的 杰森其实非常照顾我们 因为广告派有PVP的广告 哈哈哈 杰森不挡住啊 杰森一挡啊 就只剩下 就没有了 就两边留白啊 杰森不挡住啊 PVP还在录出来 好我们来继续来看比赛 张伟这个中投也是没有中 51比50 青岛领先广杀一分 杰森林 找不到人传球 外线干脆自己投一个三分 天呐 我们看这边是谁 是王刚吗 冯琪 冯琪 嗯 哦 今天冯琪的表现 倒是真的非常不错 一个王刚一个冯琪啊 感拼感抢啊 孙河南又是跟不住冯琪 因为冯琪对孙河南 是太小太快了 冯琪只有多高啊 这个球蹦得还很高啊 冯琪是1米86啊 啊 还没有到1米90的个子 这能再拿下去一样 啊 这桑尼在场上的效果好一些 冯琪今天已经拿下8分 一个篮板球一个助攻 但他给到球队的帮助啊 显然不是这些数据可以体现的 好的 两拨全中 方方又是你领先三分 我领先三分 这样一直交替着 内线这边换位到了约时 去防招 我又被冯琪断掉啊 给我的感觉是广沙赛前的功课没做足啊 嗯 基本上 哎呦 这边也失误 孙河南 坎嘎 好的 先靠一下呀杨哥林 这球打的 哦 这是赵大鹏 不好意思 好球 约时 好的 克里斯与寒昕真是蹦的高 但是蹦完之后啊 也出现了一个卖机式的失误 不明其妙的把球传出了边线 那他比卖机好的一点就是说 他不会抢完来把球一条龙 然后到前场摔一跤 随着这次失误啊 场边也是再次请求暂停 李琼强指导应该是看不下去了 我倒觉得这一阵的人倒是多了 球款边 难道是下班之后都纷纷赶过来吗 今天星期天好不好 哦 哈哈 哈哈 好 看这边投篮命中率 本场比赛是58.8 青岛队的力量真的非常高 对上47.2 青岛这边失误有十次 但是助攻处也多 杀尼 杀尼在这 杀尼在那边 杀尼在那边 很简单啊 很简单 杀尼 放开 杀尼 王刚我约时那边 他们可能要换不要紧 我希望你 谁能保护杀尼 他怎么会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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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事的时候 我们看前面那次失误 张大为这早在解说的时候 一直会说 这个暂停叫什么呢 叫了之后一句话说不出来 那个有一个外籍教练在带一个翻译 我刚才帮杰尼和翻译两个人算了一下 杰尼一共说了四句话 暂停时间就到了 所以可能啊 这帮球员也是云里雾里的 就在上场了 对 基本上就是杰尼说一下 你站这 你站在那 好了 差不多了 比赛回来 这边上半场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 青岛队53比52领先 约实 这边 进攻犯规啊 进攻犯规了 采判又抓了约实的一个 有推人的这样子一个动作 嗯 今年对于 今年对于这种进攻犯规当中的小动作 采判抓得非常严的 是 来看一下 对 就是这个有一个用手推人的动作 嗯 虽然说我们说 黄帅队的球员有一个 然后像眼这样 哦约实已经四犯了 那下半场的时候约实的压力就会非常大 对 约实 自自犯规对青岛来说这非常不妙 张伟三军 出手就偏 克里斯杰尹拿到篮板 翻身 投一个撑头 这个不是克里斯杰尹的得分点 克里斯杰尹这个赛季能够出现在 在CV的赛场 也是令多少专家是感到意外的 上个赛季在森林网上打一个替补 可以虽然是打得很好 嗯 他就喜欢跳 这位杨栋梨造成犯规再上罚球线 桑尼 嗯 你别说桑尼这名球员倒是 在传球啊各方面的实际选择方面是不错 对 长得很像巴斯 没有第一发没有命中 上半场广杀这边应该还有最后一次进攻机会 29.7秒 广杀场边在请求暂停 女生姜知道应该要布置一下最后一攻怎么打 马球要请求换人 李生姜教练应该也是把爱子带在队中吧 对 李金龙 对李金龙 嗯 之前有过上场 嗯 可是只得到了两分 是之前那次上场呢 是五中一 表现的不是特别好 最后李生姜知道也是直接了当到失货了 打不了就别打了 对 还是真的打不了 那没办法 好 有球迷问约时几分了 约时四分 呃 但是 贡献了九分 尽体只有九分 五个注冲 但是又出现了六次输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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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一个暂停的时间啊 杰森除了复制战术之外 还要找人 找人还要找个几十秒 叫一声王刚啊 转了一圈 没有看到王刚 因为王刚比较矮小 淹没在巨人当中 哈哈 哈哈 你说请外叫啊 这叫效率并不容易 对 毕竟 即使接受一头叫给外叫 也要不止国内圈 拉开给外人秀 球 最后一公团是不出意外地 就到吉布森的手上 我吉布森传球传给张伟 张伟 哎呦 这一车传的 怎么想的 传给王子锐 这个球 隔着五个人传给王子锐 就算让王子锐 隔着三个人传给王子锐 就算让王子锐 在这个位置接到球 他能干什么 这边犯规 那这样就要送上排阶线了 这个犯规 冯奇是很不明智啊 想自己可能还有15.3秒的进攻机会 嗯 方向队抵挥坏 人 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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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伯森如果这罚再重的话 在罚球线上就要拿下10分了 果然 好稳的 最后15.3秒 听到队的球权 约石在要球 应该还是给到约石让他来打 约石突破 不停球的 上半场比赛结束 应该是56比54 约石这最后一攻是打得很坚决 这一季抛脱也非常漂亮 好回到直播室 上半场比赛结束 青岛双星是以56比54 暂时领先于这台广杀 可以说上半场的这个结局 我们俩也没有想到 对吧 赛前的预测都是觉得广杀队拿下这张 这场球可以说是顺利成招 并且有希望在上半场有解决战斗 可是可以说青岛队今天不打算 让广杀队在课场很轻松的拿走这场胜利 对 我们从今天的这个 给出了上半场的技术统计 29分27分青岛队这两截的比分真的不算很低 29比25 这一截这项队的进攻倒是有所回暖 但投篮命中率方面青岛队还是很可怕 58对上45 3分球命中率的50对上40 8分球命中率100对上92 篮板球双方不相伯仲 但是青岛队有9次失误 并且有6次是约10贡献的 对 其实还有一个数据是我们这个技术版没有给到的 青岛队虽然失误比较多 但是助攻的次数也不少 对 所以可以说今天整个来说青岛队有那么高的命中率 是和约10的一个串联是分不开的 约10今天也已经共享5次助攻了 就是那个硬打的次数并不是特别多 对 还是能够把除了拉莫斯和桑尼之外 其他一些队员串联在一块 空位出手的机会 明显要比顶着防守队员出手的机会命中率要高一些 对没错 可以说上半场青岛队整体的出色发挥 是让浙江队非常的头疼 而浙江队这边国内球员 我们之前提到的浙江队国内球员的强盛 并没有在上半场完全打开 对 但是我们也说58%的这样一个投篮命中率 对于一支球队来说是不正常的 不能够可能说你四节都有这样子一个非常高的投篮命中率 所以说青岛队在下半场 怎样来能够面对外线手感不佳 而调整到到内线进行得分提高命中率这样的一个方法 可以说下半场这还是会一个看点 是 三万元对上双万元 没错 我们稍事休息下半场继续回来 来继续观看下半场的比赛 我们下半场再见 小温我送你个礼物吧 来送给你了 哇 我看一下啊 对这就是U盘嘛 这个 错 这个东西看起来非常的小 但是呢我把它叫做电视神器 这就是PPTV自主研发的一个全新的产品 它叫做PPLink 知道它的神器之处在哪吗 现在经常用手机上网 经常在场上喊着玩iPad 对吗 是不是这个电视已经被你忽略了 是的 但是当你在手机上看 或者是在iPad上看电影的时候 会不会又觉得屏幕很小 不够爽 对 这个东西帮你解决了这样一个困扰 让它把你的手机或者iPad 和我们的电视机连接在一起 这就是PPLink的最大的利处 好 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呢 它呢其实是有两个接口的 将这个电视棒打开 有一个像HDMI一样的接口 而这边呢是一个USB的接口 那么非常的简单 咱们的电视机也都是有两个接口的 对吧 我们将这个HDMI的电视棒上的接口 连接在电视机上 而另一边的这个USB接口 连接在电视的USB接口之上 好 这样我们的连接工作就全部完成了 就这样就完成了 对 这个完成了之后呢 还没有完成我们全部的工作 接下来就该进入我们今天的设置环节了 哦 还有设置环节 好 接下来要做的呢 就是拿上您的手机或者是iPad 当然最关键的一步 就是必须给它下载一个PPTV的客户端 哎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一定要记得下载这样一个客户端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视上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画面 将您的电视机呢 首先进入到HDMI的模式 进入HDMI模式之后就会看到 哎 它上面自主就选择了一个叫做PPLink的一个无线局域网就出来了 接下来在您的手机当中 打开无线局域网 同样来搜索 也有一个叫做PPLink 6396的这样一个网络 接下来就进入到一个配置地址 10.1.1.1 在浏览器上 输入地址栏的地方 输入这个配置地址 接下来就已经可以连接上了 此时呢您的手机或者是iPad将会进入一个全新的页面 这个页面呢需要您输入该无线网络的密码 也就是您家的无线局域网的密码 全部输入完毕之后 我们点击完成连接 这个时候设置就已经保存了 这边显示的状态是正在连接 当然它的连接速度是根据您自己家的这个网络速度而定的 您的手机和iPad和我们的电视已经连接成为了一起 我们进入这个PPTV 任意点一个要播放的东西 这样的话那我的手机也在放 我电视也在放 那岂不是同一个视频耗着我两台机器很不方便 您再看一下这个手机 你看它是在放的吗 其实并没有 也就是说当你的手机有人要来电或者是有人来短信 更或者您要回微信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完全没有关系 您自己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 而电视机上的画面仍然是您想要看的这个视频 或者是电影电视机的画面 这样您坐在这个沙发上 对吧 喝着茶 喝着瓜子 吃着零食 就可以来遥控面前的电视机了 泡在PPTV上面 看着这个用手机连接 用电视机观看 非常的不错 这就是PPLink视频连接神器 您还不心动吗 赶紧拥有一台吧 欢迎收看第一体育 PVCVA 一起跟随我去看一看本周CBA联赛的激烈战况 PVCVA 先来看看本周十加球 进攻防守全都有 第十球 大胜开启金斗云 闪电枪断敌击绝成 双手折叠宝扣 第九球 天津全队配合目不下接 威雷姆斯灌弯完成最后一击 第八球 林志杰虚实结合离中部 失去平衡打板挑去两分 第七球 广厦双厦联手 杰伯森 深东击西 妙城佩特罗 双手换框 第六球 上海曾温比 子弹传球 林敏蜘蛛侠材料 打成关键二加一 第五球 哈德森如猛虎下山 光速突破 以伊迪奥 失航极限拉杆 第四球 上海杰克逊天神下堂 隔扣于成 分骚挂框 第三球 阿连姐姐接怀克妙传 援扣天津阿玛兹 第二球 还是光沙林之间 突破上海关门棚手 进手一跑反送 新外人约翰逊空间打 本周最佳国内外球员 又会是哪两位大神呢 最佳国内球员 广东一剑连 外界的飞翼 身体的疲劳 让阿连越挫越勇 广东九连胜的背后 是一剑连 真实的身影 最佳外援 本赛季上海大杀局 一名惊人 大外援杰克逊 功不可没 无论是疯狂的前场篮板 还是武法防守的 一篇中途 都是上海的胜利的基石 本周最佳阵容就是 他们 五鼓将 下半场比较回来 这里是由PPTV为您现场直播的CBA第十一轮倾倒双星主场迎战浙江广沙控股的比赛 为您解说的是曲杰和王兆峰 我们看这边下半场双上来就是一个空中接力啊 给到可以随翰逊 又是林志杰的助攻 中场休息 我们看到上一周的五加球当中也有林志杰助攻约翰逊的一次空接爆扣 比赛进行的同时啊 也欢迎大家能够到P8以及微博上和我以及徐杰进行交流 我们解说提出意见也好 对比赛大家起来聊天也好 就不要骂人就可以了 好 我们看这边拉莫斯又在篮下轻轻松松的打板命中 拉莫斯在篮下强打都不跳啊 哎呦 这边又被摁下来 王子瑞打约石 别看约石个儿 那个美国球员这个弹跳一定差不了 哦呦 吉布森后仰跳投 吉布森一个经济独立啊 嗯 再次命中 58平 拉莫斯 下半场广煞是上了王真和对西汉逊 两个可以打5号位的球员 对 对 你还想让克里斯汉逊到4号位去 对 然后王真到底线去 嗯 毕竟对方内线的这一对外援搭档啊 身高也不厉害啊 对 桑尼加上拉莫斯啊 要是都在往都在内线啊 哎 可以克里斯汉逊加上张伟的这样一个内线啊 或者苏若鱼啊 什么办法能够限制住对方 王真也是运动了一支中投 这个代替王真比之篮下进攻啊 这个中投的得分还是比较多的 对 南方的球队啊 嗯 比较擅长就是 投 投篮 对于内 特别难号内线球员 我是很喜欢 哇 我们看这边约石啊 这个球差一点就变成一个雨月扑球了 来看这个球 我们看约石从哪里追回来的 之前镜头也没有交代清楚约石从哪里飞进来 这个速度真的是非常快 这两天也在看三篮高手重置版啊 就回味一下 这个球有点像樱花道扑球那个动作 哎 这个球错进错出 哎呦 这个球给的 吉普森三分球 来拔一个三分啊 这边拔球应该是吹给了青岛队 但是问题就是 王军和毕西汉逊两个人出场的情况下 广杀这个攻击速度达不起来 那王军这个移动速度是偏慢的 哦 好球 这边 毕西汉逊 啊 桑尼 不好意思 哎呦 这球桑尼已经看穿了桑尼这个车速度很快 哎呦 这个球 林志杰 我们看桑尼的手好像没拉了一下就想撑一下 来看一下这球啊 嗯 上去这个球 林志杰应该是想很偷偷背后掏一下 因为觉得会把球给放到腰间再起身扣篮 对 但这个球判断失误 林志杰其实不是一个打球很脏的球员 对 这个球怎么吹啊 哎 应该是普通的打扯犯规吧 哎 这边青岛队 拉莫斯都没有 这边青岛队拉莫斯都没有进进区啊 哎 这个球是怎么想的 就不抢这个篮板球了吗 不要篮板球了吗 太相信桑尼的罚篮了 还是觉得肯定罚不进啊 哈哈 加把命中两发一中 青岛队61比60领先一分 三万元还是比较难打 老默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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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塞 så 看 我 这是 acaba Tol 看 他也不跳 反正就是不跳 啊 这次防守拉伯斯依旧是不跳 拉伯斯你就不要再苦瓜脸了 真的你不跳啊 人家跳起来你当然犯规啊 再看一下 拉伯斯懒啊 真的是 好我们看这边 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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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涵均上 从上半场的后半段 呃 李纯江知道一直是让张涵均 来打一个一号位 看来他认为张涵均是对上对方的约实 这个防守的效果还是不错 张涵均因为呃 比起王索瑞他的速度更快 对 而且防守强硬度更高 张涵坏了一下漂亮 坏了一下吸引到了王甄的防守 这个第一手传给了拉伯斯 你看这个球 拉伯斯真的是用着走 这个球 王甄内线强打桑尼 好的 你真别说 拉伯斯身边要是没有一个桑尼啊 帮他干一些脏活累活 那个青岛队的内线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重极 诶 这个球突破之后啊 哎 这个失误是不是又是克里斯约翰逊啊 啊 没错又是他 嗨 上半场克里斯约翰逊就有过一次这样的传球失误了 哎 这个李生姜知道 在他的篮球影片当中是不允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直接把克里斯约翰逊换下 换上张伟 可能损失一点内线的运动能力 但是张伟比之克里斯约翰逊啊 比较稳定 哎呦 这说到不稳定 这个拉伯斯这个接球是弹在自己头上 约翠突破之后再分外线 同期晃了一步投一个半截篮 不中 但是拉伯斯 摆到前场篮板球啊 嗯 青岛这段时间打出一波攻击高潮 现在领先了6分了 张伟 无分到王珍这里 王珍球往下一放也就拿不起来了 嗯 如果青岛这一次进攻打全 那广传应该要暂停了 约翰拉伯斯再出来做挡拆 给到桑尼再给拉伯斯 漂亮果然 拉伯斯打中之后啊 青岛领先到8分了 不错不错啊 这段时间青岛对的进攻很有章法 就还是3万元 你看这这这次进攻 也就3万元之间 能够碰到球 对 只锅他们三个人的手 但是话说回来 这三个人 本杰星大队已经得了13分了 还有5次祝福 这三个人加一块是管用的 你就是说这5次祝福 这13分当中应该说全部都是由祝宫者代表 对 这也太可怕了 是 而且 应该都是这三个人之间得分吧 对 我来看一下 今天在内线 广杀这边张永鹏也是没有得到出场机会 我觉得桑尼是有中距离的 所以说克里斯 无论是王真还是克里斯 比较快的外线 塔姆亚投完篮就又有一手非常好的冲船 所以说这一点会让李成江比较头疼 是啊 克里斯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之前那一次抢完篮板球 莫名其妙的传球失误 但是换上张伟之后啊 这个身高降了一大块 对 虽然有弥补了一点辐射 但是啊 在内线的墙一旦把外线卡死了 内线是没有强点能够来做强点的 篮板球这边就差不到了 七分六助攻 十九分一助攻 可以说两个人在场上贡献值是差不多的 一六四五分也都起码能够得到十二分 但是就一号位的球员来说 约时打的更加无私一些 来看林志杰上来抢了三分没投进 这边果然拿上了张伟啊 来看他说 这段时间要攻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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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桑尼在内线还是无解 但是桑尼在内线还是无解 最后要逼着林志杰去补防 林志杰外线再标一个三分 这个肯定是 桑尼在把篮板球收下来 林志杰这两个三分球不会是无畏投出去的 一定是李春香指导跟他说 这段时间你要攻击一下 对 这样的话分差来到十分了 再造成犯规 张伟 是张永鹏不好意思 暂停过后是换了两个内线 换上张伟和张永鹏 王真和克里斯都下去了 这一刻我也没有太看得懂 是为什么 是以前张永鹏在 对内对抗的时候 金潮房 拉莫斯吗 可能还是对王真和克里斯 在之前那段时间的表现 不是特别满意 还是上一个张永鹏 比较了解拉莫斯的 攻击的突破又是非常快 又被桑尼拿到 这段时间我们说 下了王真和克里斯之后 前场拉莫的保护 真的是能力 之前已经有提到过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看这边没错 一旦绕前内线会非常空 险些这个球 哎呦这个球穿得很爽数包 漂亮 哎呦没劲 没有中 前场拉莫又抢下来 第二波还是不中 哎呀 这次竞争 很长 可以差一点三打一 还好这边先战术犯规 应该是郑韩君 床边还是要换人啊 也没办法 必须要吧 这边上的是 林志杰 张伟 可能是上了孙河南 镜头 啊 克里斯回来 克里斯应该是拿下了庄伟 所以这边场边是由孙河南 孙河東 东西对子失误了 回一个快步 主持人20加没问题 这边把比分再回到 再回到各位数 再投三分球 这次上来之后啊 后场的买球立马就 收到 林志姐的突破再次造成杀伤 冯琪 对 冯琪顶了一把 旁边请收暂停 星岛这边也是换上了薛羽扬 要让桑尼歇一会儿 对 桑尼这段时间的效率很高 即使桑尼歇 他差强还有拉莫斯和约石 第三节青岛的命中力还是很高啊 50% 反过来广杀这边比上半场还要差 这边场面也说是要加快传球不能够拿到薛羽头 张伟 摘下前场篮板球之后啊 也是换下去 也是因为这几次篮下的easy ball没有打进啊 好这边场面前面是林志杰 防守快攻的约石 犯规 暂停回来 停到队发球 听到队发球 林志杰 辅进去之后顶着拉莫斯上一个 这个难度有点大 虽然拉莫斯不跳啊 但是他这个辐射的面积放在哪里 超过2米20的身高啊 给拉姆斯做轴 拉姆斯做轴很少看他跑啊 他就站着在别说跳了对吧 走着打球 呦 这个球被克西安逊直接冒掉 这个球分是打的太勉强 也是差到将近30公分的身高啊 而且对方弹跳高比高了不止一个档次 就是这么头 忙起来这么长 拉姆斯还真高啊 这也是约翰逊站他身边要矮到大半个头啊 没有办法 这边杰森又做换人 王冬 王冬应该是换一下红旗 嗯 红旗这次次进攻啊 像杰森很不满意 红旗上半场的表现有亮点 那是下半场上来打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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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下半场不进呢 已经是林志杰已经谎掉 已经带走了那个防守人啊 这边再给约翠招出来 王冬是要是防了一个联防 防球 但是特里斯的位置也是让我看不太懂啊 拉罗斯的视野是非常 哎呦 这球 转身直接把球递给了吉布森 吉布森这个球是不会传的 好球 吉布森 更能力也是真强 那这样被打开到十分之后啊 广沙队经过一个暂停调整回来 目前只罗后六分 嗯 拉罗斯 这边反规 三分男也是没办法 这球已经被点开 而且那边二三联防 上线的另一名球员是回不来了这个球 对 对 重要点 美国球员并不是很喜欢守联防啊 哎呦 孙何南 午饭了 午饭啊 才得了五分呢 李春香继续用他 哦 这边拿下林志杰上王子睿 你还是要让日杰歇一会儿 林志杰打得太热了 好球啊 哎呀 薛宜扬呀 薛宜扬这个内线的实力和桑尼 这些没法比啊 这个球 软是一直的 对 这个球 别说没接住了 接住他也起不了 挺不犯规 呃 有一个 掩护的时候有一个移动的 步子 对 才会抓紧 移动掩护 出师 出师 这边青岛队可以说 哎呦 广煞这些犯规满了 到位的双眼护 这一段时间是让月时来攻一攻吗 外线 没中 哎呦 克里斯 好的 哎呦 薛阳刚说完他比较软 拼下一个篮板球 月时来投一个 不中 拉莫斯 拉莫斯终于跳了 在力量方面啊 克里斯约翰逊比拉莫斯还是要差上不少 你如果不绕前啊 你这边 克里斯约翰逊跳得再高也没有用啊 拉莫斯这个手臂轻轻的一挤啊 克里斯就弹开了 完全被顶开啊 力量上的差距太明显了 我们终于看到拉莫斯跳了 12分7个篮板球 我们来看拉莫斯的这次发球 好球 好球 薛阳 之前那次进攻也是拿到地板球 拼下一个篮板球 在罚球线上 拿到全中 再一下暂停场面方 哎 十块钱 八分 进攻篮板方面双方差不多 小王生去扛拉莫斯啊 没办法 李登江还是一个一个人的用 哦 这边也是双塔 克里斯反过来打拉莫斯 这斗力量克里斯没办法 真的是啊 但是斗脚步的话 拉莫斯也完全跟不住克里斯 也拉莫斯也不想跟的 哈哈 王刚和约石这两个穿插 跑得很好 也是好球 约石这个绕地非常快的 三分球 王刚和约石这两名小将啊 在这个回合连续大半围的穿插跑动 脚的广沙这个联防啊 也是故此失彼 可虽翰逊头一个中头太不靠谱了 美国球员这个纪律性是比较差的 没有战术可言啊 一切 他继续合了二三联防 这二三联防已经被破了很多次了 王刚也是直接掉高球找拉莫斯 这个打法是以前上海队打姚明的那个战术啊 这些把车打进啊 所以一跑 第三结束发现还剩下速度11秒 来看吉布森应该会超到这次进攻 直接出三分球 命中 好的 啊好球 这是一个救命的三分啊 对 我们还是 嗯 好 那这样 三节比赛结束 78比70 嗯 青岛队在这一节 在进攻端表现的更出色 依靠三万元的发挥啊 连续得分 是 分差控制在了八分球 嗯 我们稍时休息来看双方最后一节的笑料 本节比赛 青岛队得到12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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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嗯 嗯 哎 嗯 啊 第四節的大決戰即將盛臉 我們看這邊最後一節的比賽 青島隊在前三節一七十八比七十領先浙江廣上控股 可以說最後一節比賽應該是會非常激烈和精彩的 但是這邊約時升杯四次犯規是一個壓力 那邊孫芳達外線攻擊手也升杯了五次犯規 薛玉洋投三分 哎呦這個球投的 好這邊吉布森上半場是命中了一季準的壓爪三分球 這邊上來繼續吉布森打 這一次是推了阻擋犯規 應該是13號 吉布森上半場最後那季三分球對於廣少來說是一個救命三分 對13號王高在防守吉布森的時候出現了犯規 如果帶著兩位手的分差到第四節那廣少就難追了 對廣少並不是一直很擅長打第四節的球隊 他們多次在前三節還領先將近兩位手的情況下 最後被反抄 我們要來看這邊 克里斯約翰遜再次造成薛玉洋犯規 薛玉洋跟克里斯約翰遜拼彈跳啊 實在這個是 太難了 問題不大 嗯 嗯 沒關係 桑尼還在場下 是 嗯 這邊我估計薛玉洋再打 可能這會兒 桑尼 你看這一次把桑尼拿上來 嗯 薛玉洋這個球也是想躲的 但是躲不掉 啊 把桑尼拿上來 嗯 重啟也重新被換上 可以 好球 沒有自己的臂展啊 和超高的身高 嗯 還是高級高達 這樣的話六分 桑尼 不敢投 擋拆 好球啊 比克里斯約翰遜帽角 啊 這邊推快攻 鏡頭沒有跟上 好的 好球 應該是王子瑞 沒錯 今年 今年CBA這個鏡頭啊 我真是無力吐槽啊 轉過了很多場比賽啊 永遠都是該給的鏡頭不給到啊 不該給的鏡頭下給 你看看這邊 也實在標準一擊三分球啊 好球 隨便回去 好像 我們看這邊 都不交代之前發生什麼事 就 我們又沒有看到前面發生什麼 好像是克里斯 約翰遜在推快攻的時候被約時犯規 嗯 應該 不是約時 否則約時就畢業了 不是六次犯規 哦 哦 這邊是桑尼 對應該是吹的桑尼犯規 這CBA今天的鏡頭啊 我 我們有一次是 吹浙江得比啊 有一次很關鍵的球的時候 我們要看清楚回放的 那個鏡頭的時候 轉波 把鏡頭給了一個射向的大樹 那個時候我跟 金超老師就無力吐槽了 CBA的轉過鏡頭 哎呦好球 這邊 拉帆斯也是合理利用規則 對 照理來說 我CBA的這個規則定的 FEMA不像FEMA不像FEMA 是只有中國特色的 沒錯 籃球的賽規則 所以這干擾球的這個判定 我們 我還是一直就是沒有拿到 一直沒有看過他們這個規定 規定的這個手冊 哦 我們拿去查一下 對罰球 是沒有判的 有可能那個球前面是干擾球 王正去卡拉伯斯 哎呦 又要去 傑森是急著在場邊亂跳 4000快攻 哎呦 哎這邊 場邊 一直在想 送吉布森上罰球線 傑森這個球也是認為 對拉莫斯的這季投籃啊 克里斯有干擾球的嫌疑 我們只是看也只能說5-5吧 對 慢鏡頭來看 慢鏡頭沒有他下降的趨勢 只能說應該是在一個最高點 剛剛準備下降的時候被克里斯冒掉 我們這個球也不敢冒然下判斷 這球是不是干擾球 對 話說回來也是因為拉莫斯太高 他那季拋射也拋不出什麼弧度 基本上平著 平著籃框拋啊 也很難判斷是不是干擾球 既然裁判沒吹 那就應該不是 嗯 吉布森 罰球線上已經拿到11個了 哇 這個球上一下子下手還是很果斷的 第12分 哎 吉布森這單單 罰球就拿下12分啊 這間廣散已經有5個概冒 哦 本場比賽廣散已經有5個概冒了 可以雖然還是有股權的打半分 兩對失誤都不少 17對12 青島這邊度工多 所以說失誤也自然會多一些 因為傳球是有貢獻 約石 哎呦 投出去這個彈倒還是很盛 哎呦 嬸一樣 約石進來了 哎呦 這個球 啊應該還是青島的球 天哪 這邊現在兩邊打得都很亂 這這種節奏是適合青島隊的 三萬元可真厲害 這邊拉莫斯加約石都是亂戰高手 是 正好加個搔泥 是比較喜歡幹髒活累活的 你看 喜歡簡陋的那個 又不貪球 再被冒掉啊 又在冒 直播尊 這個球估計也不太會傳的 哎呦可惜 這邊反過來被打快攻啊 反過來約石到成功 哎呦太低了這個球給的 哎呦太低了這個球給的 哎呦兩邊錯進錯出啊 各一次失誤半分沒得 這球約石給的有點低啊 拉莫斯你喊他兩尾二零的人 蹲下來撿這種基地球啊 給他太棒了 你要不就給空間 但是拉莫斯這個 啊 約石這個角度來考慮 你你拋野球拉莫斯不跳那怎麼辦 對對對 幹我幹我 不太好 對所以他也沒辦法 怪我看 哎呦這邊 孫河南 孫河南 對孫河南 跳脫三分 分差又來到了一分啊 這個球投的很有林季傑的味道 前面是看到啊 場邊正好是換到PPTV的廣告牌的時候啊 孫河南投進三分球 所以說 進攻也是講時機的 好你就下來看比賽 這個廣告太生硬了吧 我們來看 紅吉這邊停球了 哎呀進攻為力 二十四秒進攻為力 我看表 紅吉這段時間對於進攻的球的處理不太好 嗯 杰森也是看出這個問題了 看看是不是要換下紅石 為什麼青鳥隊主場的這個 這個聲 這個 鬧鈴一響就要響那麼久 這個問題去年麥迪在的時候也一直發生啊 球隊也是不止一次吐槽過這個紀錄台了 太祥這聲長長的嘆息啊 嗯 這個裁判也是去緊急的和紀錄台溝通一下 這個到底是出了什麼狀況 特別是現在兩隊這個分岔是咬的比較緊的 打到最後的時速了 如果紀錄台出現一些問題的話 那這個比賽又不知道怎麼收場 黃針 哎 這個球是2下1吧 好像沒有看清楚 我們來看一下應該 哎 這邊實在看不太清楚 我們來看一下 沒有進 哎 這滾的方向在另一個鏡頭看來太相近了 我跟馬說 今年CB的紀錄台已經發生過很多次的失誤的事情了 對 包括我們說馬布里的絕殺之後不回表 王智智的0.5秒之後沒有算盡開表開完 是 我們說聯賽不斷的職業化 不是說球員水平的不斷提高 萬元水平的不斷提高 這個賽場的硬件設施啊也是需要提高的 對 每年贊助上投入多少錢 別的事不說 你至少制度台這邊不要出錯 對呀 制度台出錯是直接影響到比賽的結果 我甚至還看到過有些主場隊的比賽啊 屏幕壞掉了 分數是由DJ來報的 手動的 對 口動 口爆是 對 口波是底分 你看桑尼這邊又投中一氣半截籃 這邊也打得辛苦多了 是給吉德薩打吧 這次三分王智 王智 王智這邊打桑尼還是 對 王智的力量上啊 對上桑尼不落下風不像 可以學按訓啊 受胳膊受頭有可能拿不起球啊 所以這段時間 刻以斯也基本上拿不到球 这边王珍为什么不补过去伸下手干扰一下桑尼呢 明明是有镜 你看这边王珍离桑尼那么远 王珍这个移动速度是偏慢了一点 那应该让柯丝约 柯丝约翰逊去防桑尼 让王珍去防拉莫斯 王珍好的 王珍再打进 王珍在防守端跟不出去 但是进攻回来 篮下二次篮板已经抢了两个了 王刚的三分球 王刚是有篮的 这个出手就觉得偏了 这边王珍贴了个亮枪 这个回合广赛有机会将比赛反抄 这边是谁啊 王珍贴了 王珍贴 这个球不容易 凉超 这个球不容易 翻超了2分 natürlich 抽 你投了一个三不沾 这段时间青岛要顶住了 打了大半场好球 在第四节的后半段如果崩盘的话 这场比赛就直接交代了 水平生在投三分球 哦 那这样要叫暂停了 青岛对于这段 其实这个球不能说没有防到位 那投的机没办法 但前面之前被追分的那几个回合 对于王峥的防守桑尼和拉莫斯 没有交代的很清楚 包括王刚的外线出手 都是可以再打得耐心一点 这边青岛都有19次的助攻 但是有20次将近20次 19次的失误 这边广帅队应该是只有7次 等于是用一次失误来换一个助攻 我们看到这边这个助理教练 也是接过了这个杰森的战术版 王子瑞这个中头拖得很漂亮 对着王高 王子瑞前两年是非常有希望的 前两年王子瑞作为新秀的后 碰球后卫打得非常不错 浙江两阶球队都有一个 还算不错的碰球后卫 对 那个球员在朝东那边 曹飞 曹飞对 但是曹飞这个赛季表现 也是比较糟糕 没办法 因为这边来了 东松林和秋标分掉的出手权 再加上大小外援 这样子 其实曹飞 其实说本赛季表现还算不错 这边继续二三联防 你这边三分投不开 就是二三联防 但是你这边又让罚球线的桑尼 那么轻松接到球 哎呀 这块球桑尼虽然没有打成 但是造成了王真的犯规 我们说二三联防最怕的就是 两个45度和罚球线被接到球的内线侧应 对 还特别是桑尼这段时间的外线出手 感觉不错 对呀 桑尼还是有一手中距离的 你不能够说 扩出去防约时之后说不回来 让罚球线的桑尼那么轻松拿到球 16分17 12个篮板五次助攻 桑尼这种数据 真的都非常实用的亚洲外线 从前面 拿下一个两双之外 还有五个助攻 桑尼他不贪球权 该投投该船船 嗯 9086 9087 三分 最后五分半 青岛队也不是说被反超之后就没得打 这三分完全有时间来追 就看青岛队怎么处理这段时间的防守 青岛队进攻没有问题 这个打到三截三截半的时候得了87分 绝对在CV中算是一个比较高的队子 你看这边防守啊 又是王真 王真的这挡拆一步顺下做得非常好 就看得出这是以前真的是篮领拳的一个非常标准的打法 就是打完拆顺下 所以说王真的功能性决定了他可能会李春江教练队他的使用 就会上场时间会更多一点 这个球啊虽然是桑尼犯规 但是为这个犯规买单的应该是拉莫斯 拉莫斯又是非常懒的没有跟住王真 按理说王真这个移动速度已经够慢了 那个拉莫斯真是 可能这场比赛真是辰也拉莫斯 败也拉莫斯了 拉莫斯之前的几个篮板助攻和自己内线的一次投篮之后 打得非常不错 第三节分差能够拉开是依靠拉莫斯篮下进攻 第四节被追回来还是拉莫斯 这边双挡拆帮约时 就是三个外人之间来做配合 这个外线冯旗不敢投 现在已经是一直没有命中率不敢投了 好就给拉莫斯再分出来 看时间看时间 偷射不中 广沙的球再次没有强盗 广沙的球 这个回头算白打了 这一段时间进攻手感的下降 广沙防守强度的提升 是让轻倒得遇到了一个困难 虽然说内线做用拉莫斯和桑尼 这样是一个非常实用和强力的内线 所以拉莫斯的延伸防守 是给到这场的机会 我们看起来又是拉莫斯 不仅让王真直接切到内线 内线也能够在内线翻江倒海 轻倒队的后也是顺利成章 我们来看这个分球很漂亮 对 关键时候这个吉布森开始穿球了 为什么要用桑尼和拉莫斯 同时去防往内线顺下的人呢 对你现在看到 你完全单防是能够防住的啊 杰森为什么要去帮拉莫斯补防呢 是 现在轻倒这个阵容也比较奇怪啊 内线就完全交给桑尼和拉莫斯两个人 外线是上了三个小个 约石 冯奇和王刚 三名球员估计身高都没有过1米85的样子 所以之前几个进攻回合啊 这个桑尼和拉莫斯被防住之后倒到外线啊 三个人也没有什么出手的机会 王子瑞和孙赫南都是在自己的相对位置上算是很高的球员 只要脚步上没有大的疏忽啊 只要能够照到我们前面看到冯奇和王刚都不敢投 对 这个球倒不如涮上薛宇啊 是 对于杨的身高可以保证他能够在三分线外比较从容的出手 而且冯奇这段时间在进攻当中表现并不太好 并没有上半场因为对他严加看守之后啊 并没有很 哦 我们看这边 是一个球很难啊 桑尼好不容易拼下一个篮板球啊 小心 嗯 吉布森很贼 想要断王刚一个手中球 桑尼桑尼桶中投有吗 也就 好球 当季还是很稳定 这段 希望清朝阵能够把这段时间给缓过来 我们也希望这个比赛可以打的更加精神 对 毕竟我们是中立球迷吗 哎 这个球 早上判断了 哎 邦奇也不敢打现在 但给到桑尼这个球传的不错 好像这球没打进啊 他也没打进啊 再回过头 四打二了 你看看 内心还有个拉莫斯呢 克里斯 隔着拉莫斯直接强起 我知道你太穿了你拉莫斯不跳 那个身体真好啊克里斯 三分钟青岛落后五分 这个回合很关键 桑尼提到三分线外是没有攻击能力的 黄刚给拉莫斯 拉莫斯 嗨拉莫斯 失误了 这边五分七分球 两分四十三秒七分 还有两分半攻的时间 只能说确实还有在打 就得看青岛队这段时间进攻 再怎么样抓回来 你这边运势已经不够高了 你还放着冯琪和王刚 真的也是看得出 青岛队能用的人真的是不多 拉莫斯翻身 哎呦这个球也投得很短 拉莫斯这段时间赌气了 才是大的 现在时间广沙队道开始控制节奏 哎呦这边出状态了 那个吉林跳的投得很自信 好球 给桑尼 桑尼 桑尼头三分 也中 前面有谁说桑尼还要三分球 这个很少见啊 桑尼拉出来命中了一个三分 而且进得很干脆 桑尼一看这个我提到罚球线 可里斯能跟着上哎我再拉远一点 看看你能不能再跟着上 桑尼一确实进攻手感非常不错 嗯 随着桑尼一进了这个三分球啊 还有一分四十八秒 这个医生将直到马上叫一个战区 这个三分球进了之后还真的是严格打 那我确定 管警开拉莫斯想不想打 哪怕到底从归 documented 这个这种 还不是 再 Ins Sas 我一之后 打个一之后他就打 当然 要是 要是 这 宁可 应该是要 上瓶子杰了 对 一变不悔 一个 hum no hon h 真正假假 考虑 像 真正假假 - date文字及作词! - 很 α! - 他이도Pad Volunteer зак -喔。 - OK, OK... - OK! - Oof! - Yeah, BOOM! - So, he can stay here... 我们看前面全队在最后双场之前 韩佳悠的手拉摩斯也是独自就直接走向球场 这是他的风格 比较孤傲 或者拿现在很流行的话说 有点傲娇 我们来看这边 王沙队来主持进攻 1分145秒的时间 5分4分手 他没打得太简单 就让杰布森打 杰布森还真的是个人能力真的非常强 杰布森不出意外又是30架 没有问题 将近要拿到35分 对 有林志杰 杰布森反而吹了桑仪的犯规 那个哨是给的晚了一点 我们感觉这个哨有点像是最后吹林志杰走步 这一下没有享受 反而是反规 但是你这个哨给的太慢了 这一次是第五次呢还是 应该这一次还是这次 拿下红奇 也在清理时中 红奇在进入端的表现确实不太好 嗯 看看画面是不是羊 应该不是上王刚了 应该是王刚加上 应该是王刚加上 张耀生吗 对 应该是二十号张耀生 差8分 1分25秒 必须要投3分了 吴约诗 桑仪再捡到篮板球 桑仪再捡了不少篮板球 这次进攻呢 用的时间是可以 哎 这个球走 有走步嫌疑啊 我知道 林志杰的场球差一点失误 看三半怎么吹 好 这个球吹给了轻倒 对对对 几乎三十分难球 如果不吹啊 前面林志杰也有个走步嫌疑啊 没有问题 林志杰拿到球放球的时候 已经慢了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球 五里开吧 轻倒主场 对 正常 再换人 场面上薛宇洋 这个时候放薛宇洋 难道是拿下拉布斯吗 应该可能性不大 拉布斯在内线的搅拷能力 有这个身高 还是保证了 在外线投不中三番球的情况下 他能够拼到前场篮板球 所以拿下林志杰也杰 拉布斯 桑尼 薛宇洋都在 应该是换下20号张亚峰 但薛宇洋应该是个大颗投手的作用 哦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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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 这后一分钟可能说了 有机会啊 哦 有薛宇洋这个 后锅罗 好球啊 这个球 上来就投啊 投了还精进呢 这个球投完 我们真的不免想要问一声杰森啊 早干嘛去了 早上薛宇洋 这边走到10秒的时候才请求一个短暂停啊 这次进攻 这次进攻如果10秒防下来 青岛这边完全可以不及于投一个三分 也是那样的意思是前面那个球王水人不该跳啊 这个时候还是要向吉普森来布置一些战术 这样的关键时候今天凌智杰的状态不好打到现在只拿到4分 所以还是要靠吉普森来打 嗯 和吉普森说完之后啊 李清江之道也是和其他的球员在说要注意抢篮板球 张尼啊 今天在 德芬和篮板两端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林志杰今天只得到2分 对 德芬篮板助攻失误 这四项都看不到林志杰也是比较少见的 这四项都看不到林志杰也是比较少见的 青岛给他大声回答了问题 这是谁的追求 我这样如果广沙队还赢球啊 那真的是今天青岛队 真的是啊 如果这个回合防下来那个比赛就很难说了 对 青岛队现在有一股气势想 对 首先克里斯不会传啊 你看自己打吧 哦哦 克里斯这个球 很难啦 高难度篮板球 但咱们怎么吹 啊 青岛队这个球啊 这个球如果 不吹有篮下的犯规 对孙克南 那应该就是给青岛队 玩手之后 玩手之后 老不好有绝杀哦 李主导的这个之前那个暂停是白叫的 对 吉普森说了半天 最后是克里斯翻身投一个高难度中投 克里斯这个球怎么不传出去呢 约时 约时三分球 凶了 102平 翻平了 29.7秒 真是奇迹啊 我们记得在剩2分30秒的时候啊 听到还落后8分 对 我们前面啊 我前面 我们前面还在说 这个球可能已经大事不妙啊 这球大事不妙啊 这说话间啊又被打脸了 今天VP也果然是打得比较精彩啊 29.7秒 双方按理说都还有一次进攻机会儿 篮板球方面倾倒34个 对上24个间 广煞队如果输球啊 篮板和助攻上的烈士是 没有办法 逃脱罪责的 没错 而且这个篮板球是在拉莫斯 基本上不跳的情况下 对 被桑姨抢了多少还需要啊 如果认真一点的话 可能输的还要多 但是广煞今天打成这样啊 无论最后 结果如此 我感觉比较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林继杰的发挥比较糟 林继杰场均有将近15分 今天才拿到2分的话 那少了他13分 林继杰今天真的表现不太好 前面两发全中林继杰得到4分 然后 林继杰唯一在全队效率网上有贡献的就是他的15 还在全队第2的3球 对 他比林继杰还出现25次15代 有机会出现20分 13球员倒是打的还算正常 林继杰今天那个 从得分上来说是比较不正常的 我们从有些场次来看 林继杰的得分也是不高 也没有过10分 但是助攻数上是比较多的 今天助攻也有 在林继杰得到18分7次助攻 嗯 但是在关键时候啊 果然 在阶级过后 能量到还是把状态不佳的林继杰给换下 换上尖尖反而状态不错的玩苦 对 这也说明啊 广煞队能力的人真的很多 嗯 稍微比青岛多很多 对 青岛六十天五三外线能流换 哦最后一关键的时候来了 有母有绝杀有母有 嗯 这个 约翠对上吉普森 两个超强得分机器在 哦 吉普森进来了抛头 抛头 没中自己的篮板 单身再投一个 还不进 拉莫斯 这个篮板球怎么吹 吹给了广赛 这样的话吉普森还有一次进攻机会 6.0秒 这个球啊 怎么说呢 这个拉莫斯这个快跑两步应该可以有机会拿到的 这个球一定是要给到吉普森的 哎呦 高难度的 哇 这是一个 好球啊 吉普森 这个球不知道怎么来形容啊 接球的时候是相当困难 一个经济独立的外线后仰三分跳筒 哦 竟然 新凤道和李春江之道完成了一个壮胸庆祝 李之道也是站得很牢啊 没有被吉普森给撞到 这边青岛队完全没有想到啊 相眼神奇的通常是 本场比赛状态最出色的球员 嗯 天哪 再拿下38分的投资 哎不过啊 你们要想到青年雷霆队 韦斯普鲁克投入已经超远三分的绝杀 以为是绝杀之后 当然现在青岛队可能投绝杀的机会比较小 但有可能还是有机会的 不知道一个达达投中一击压哨子投来 对 对不对 今年的V也出现了很多次 绝杀和反绝杀 我们看见青岛队能不能为我们贡献一场非常漂亮的反绝杀 今天还昨天啊 蒙塔利斯也是1.4秒 绝杀了开拓者 就在今天 今天开拓者打得非常有错 但是青岛队和暂停叫完之后是前场发球 看看啊 还是 我们要抱以希望 有机会啊这个球 约石今天手感 对 约石和桑尼 包括徐宇洋 三都是非常不错的状态 吉普森能命中这样高难度的球 哦 约石没有理由投不出第二个 约石说 给拉姆斯 拉姆斯分约石 约石也是票一头篮 哎可惜啊 哎 这边怎么吹 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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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石这个球投出去还是比较正 全场比赛结束 105比102 这个节目我们都没有想到啊 太棒了太棒了 这个战术是打成了 这个吉普森发完球之后啊 是没有看拉姆斯的位置 这球没有犯规 那这样全场比赛结束 105比102 这个香港是啊 是在客场艰难取胜了 拥有三万元的青岛双星 比赛太精彩了 比赛打得 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激烈啊 打到了最后一秒 可以说真的是打到最后一秒 对 在1.4秒的时候 青岛队仍然有扳平比分进入加时的机会 就像我们之前所说到的一样 在比赛还剩2分30秒的时候 其实我们俩那句话没有说出来 但是已经感觉到青岛可能大事不妙了 对 但是没有想到在最后的30秒钟 青岛将比分追平 对 更加没有想到广赛在连续拿到两个前场篮板球之后 吉普森命中了如此高难度的一季三分球 我们来看技术统计这一节 广浙江队赢了对手11分啊 35比24 我们就说浙江队一带认真起来 但他们第三节打的是在泰兰 只得到了16分 是 投篮命中率方面54-51 大家差不多 三分球命中率35-37也一样 我们说今天赢真的就赢 在最后大家拼小外援的时候 吉普森站出来 是 吉普森太牛了 这个就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啊 因为 应该是今年CUA的 除了马布里那次三分绝杀之外 又一次三分绝杀吧 对 是 而且这个球难度更大 就是留给对方最后时间最短的 除了马布里这次之外 他应该排第二 对 没错 这球真的太漂亮了 面对到大外援桑尼和小个球员的防守之后 做了一个金鸡后仰跳投的三分球 绝杀了清掉双英 当然 这场比赛 浙江队要总结的依旧还有很多 对 他们 可以说之前我们看到在篮板球方面已经输掉十个了 事务上 事务上虽然青岛队今天事务也有点多 可以说浙江队要总结的有很多 青岛队要总结的当然更多 他们在迈向一支乘出球队的路上 还要走非常远的 非常非常远的路 我们之前在比赛中也提过 今天晚些时候 这一轮的CBA有非常多非常好看的比赛 首先是介绍一下上海队队上佛山队 我将会和张大为老师为大家带来解说上海队上一场比赛干掉了卫农冠军 然后之前还会有新疆队队到北京队 新疆队 打广东 对 我们这边也会有直播 对 非常精彩 所以说本轮的这个重头戏还是要在晚间的时候 对 大家也是稍微休息一会儿 大概休息一个一个小时左右 继续锁定我们PPTV 吃个晚饭 吃个晚饭 我们继续来观看C一轮这一轮的比赛 PPTV继续为大家直播 我们稍事休息 晚些时候再见